记者杨新城台南报道,开始放暑假第一天,台南市消防局第一大队和大台南家长协会今天,在新英绿兜新举办防你宣导闯关和憋气王趣味比赛,预交娱乐,教导亲子防你,救你的招数,加强学生水域游戏安全观念,受到欢迎。 其中,林佳德以3分4秒获得第二届憋气王冠军,蝉联第一,去年他以2分55秒封王,他从事电子业,平时有运动跑步习惯,今年憋气又拉长9秒,观众称赞他说很厉害。 为让与会民众了解正确水上安全和防你,救你观念,去为竞赛的游戏都以救生装备器材如救生衣,长肝,救生圈来设计,像拿救生圈以人体当套圈圈接力,有趣又好玩,也让民众穿救生衣搭救生艇,救生衣快速助装比赛。 教导民众熟记救救生抛纵救人口诀,发现万亿有人逆水时,应大声呼救,拨打119球员,利用延伸物,竹竿,树枝等,或抛纵给逆水者,另有大声攻比赛,高喊防逆,救你知识标语,比大声让大家同仁知防逆观念。 东山区东原国中篮球队特地下山参加防逆闯关比赛,林姓家长说,闯关游戏设计活泼,小朋友在互动体验中快乐学习救生观念,是很棒的学习经验。 第一大队大队长丁春能说,夏日来临,不少人喜爱到海边,河川细水,虽然消暑,却也暗藏不少危机,呼吁年轻学生注意不要到危险水域细水,家长也要注意小朋友行踪,以免发生汗事。